单天方先生出生在曲艺世家 她这个母亲是刚刚登台唱完了大鼓 生下来的她 差点就把她生在说书台上 她带着这个曲艺的基因 但是她却立志不当说书人 为什么 因为她小时候那时候 一人演出都不卖票 一人说完了一段书以后 拿个小婆子下去跟观众收钱 领打钱 她就经常躲在后台看 不给钱怎么办 观众你看有的爱给给 有的不给你也没辙 当时单天方先生就觉得 这跟要饭没什么区别 一人叫戏子 戏子就瞧不起 将来我毕业以后 毕业当个教师 为人师表 这多好 受人尊重 但是就在她在念书的时候 家里边突然遭到变故了 父母离婚了 扔下她和几个妹妹 这一夜之间养家糊口就成了最大的问题了 正当理想要实现的时候 这一夜之间养家糊口啊 平输这个弯 这扇天方先生从头到尾到最后 到头来还是没绕过去 万般无奈了 我明明反对这一行 明明密败这一行 从小就下一个队心 不干这一行 到底没跳出去 又干了这一行 实也 运也 命也 在1956年的大年初一啊 安山前进茶社的门口 贴着一张大红色的海报 上边写着啊 著名演员 安山前方 正月初一 大名英烈 欢迎光临 风雨不悟 这就是 山前方先生 为了生活 为了养家糊口 第一次登台说书 那他自个儿都说 你别说著名评书演员呢 当时连绝都算不上 就是个硬插进去 那么个板凳头 就是完场 没开始之前呢 中场结束以后 中间这段时间 板凳头 让这个茶社 这个别空着场啊 也得有人在台上 讲几句 说白了 能挣几个钱 试几个钱呗 这个时间就板凳头 老话说 说书有三难 头一难就是登台难 当时他说的怎么样啊 据他自己回忆啊 头一回登台 那可给他紧张够呛 从休息室走到台上 也就二十几步吧 他就感觉自己就 在云里头飘 云雾之中 人家跟他笑 是跟他哭 那他就记不住了 到了台上以后 往下一瞅 那密密麻麻 二百来人呢 都瞅着他 那个汗呢 把我头盖一会儿擦汗 一会儿就擦汗 自己赶着的自己 上不来气 就玩这件 朱文章说 胡大海说 唐克登具说 一会儿蓝匹马 自己不能控制自己 什么逗号 冒号 波折号 句号 全没有 就往硬劲地说 我就发现别有人乐 可能人笑我太紧张 说得太快了 不信心